26万的预算 想要一款盒子SUV 不仅动力强 油耗低 开着也是安静舒适 那么也只有这四款车型配得上了 并且现在优惠率的也比较大 特别像最后一款 暴跌10万呢 开出去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并且还是个宝马 这你受得了吗 家用来说 简直是太合适了 第一款别卡昂格威 定位中型SUV 无论是在空间 舒适度 价位等方面 都要由于同级别车型 现在优惠率的也比较大 起售价209,900到309,900 优惠能够达了45,000左右 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6万多就能够入手 半起落地也太17万多 就算是它的入门级车型也是搭配了1.5T加9VT的动力组合 马力也是能够爆发出211 08加速8.4秒 这一点是通级别车型无法比拟的 再加408V清混系统的加持 油耗低至7个 而它的2.0T加9VT的动力组合 马力能够爆发出247 和均约采用的是通缓发动机 油耗低至7.2 动力方面不言而喻了吧 并且现在优惠完以后裸车只需要18万多 各方面的实力更是完胜日系SUV 超长达到了4.845 轴距2.833 空间表现相当的出色 所以这款车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林肯茂相加 这款车不仅颜值高 性价比高 同时它的静音方面也是同级别一流的水准 车内采用了大面积的隔音材料 静力性非常的好 并且动力方面搭载了2.0T加8AT的动力组合 马力高达245 零板加速8秒左右 油耗低至8克 这么优秀的动力以及燃油经济性 售价也才246,800到345,800 并且优惠达到了1万5左右 入本机车型现在只需要231,000就可以了 这个价位谁不心动啊 而它的车长达到了4米615 轴距2米71 空间方面不能说很出色 但是它也是非常宽敞 整体的舒适度还不错 内饰的科技感和高级感也是比较强烈 总的来说 这款车也是非常值得入手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凯迪拉克X-T4 作为豪华车型 它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均衡 并且在国内市场深得消费者的信赖 其中价261,700到354,700 优惠能够达到6万左右 入门机车型现在只需要20万 而这款车在通机别车型中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动力方面 全系搭载2.0T加9AT的动力组合 马力能够爆发出237 扭矩350 零板加速8秒左右 这样的动力 再加7米的价格你受得了吗 而现在变速箭上质量也是比较稳定 用省油耐道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 车内也是拥有着主动降噪和双层隔音玻璃的加持 车内的精密性优化到了极致 它真正做到了让你坐进车内和车外两个世界 超长达到了4米6 轴距2米79 乘坐空间还可以 舒适度也比较高 总的来说 它也是一款值得入手的车型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四款宝马X-T1 作为宝马的入门级车型 价位方面也是比较亲民 虽然定价高 但是它的优惠力度大呀 起初价279800到398800 优惠能够达到95600左右 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要19万多 尽管这个价位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它的入门级车型强烈建议你一定不要入手 搭配的是1.5T三缸机 不仅动力弱 后期的养生成本也是特别的高 要不然它怎么可能优惠这么多呢 建议你还是入手它的2.0T版本吧 性价比比较高 并且搭配了7档失事双利盒和8ST变等箱 马力高达192 动力虽然不算强劲 但是满足家用和日常超车它还是可以的 0百加速8秒左右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推背感 并且油耗低至7.6 但是实际来开的话要达到9个了 而它309800的指导价 现在优惠完以后只需要R23万多 落地时代R25万多 也是非常的划算 毕竟2.0T的动力已经足够了 还是宝马品牌 开出去有面子 车场也是达到了4米565 轴距蓝米78 空间方面表现也不错 总的来说这款车也是值得入手的车型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4款盒子SUV现在优惠率都比较大 入手哪一款都是比较合适 如果是你会怎么考虑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